我们都以为马斯克是和马云一样的商人 但是其实马斯克是征服了商业界的科学家 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发明家 所有我们知道的成功人士 比如巴菲特、李嘉诚、马云、比尔盖茨 他们都只是有远见的商人 他们玩的是资本 很少参与公司的制作团队 但是马斯克不只是SpaceX和特斯拉的CEO 还是两个公司的总工程师 他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 把80%的时间都花在工程和设计上 而不是放在营销和社交媒体上 马斯克疯狂热爱物理学知识 他甚至把他最小的儿子取名为 你读读看 你读不出来吧 不止你读不出来 我键盘也写不出来 他的正确念法是 其中X代表的是位置数AES 其实就是AI精灵语的写法 他相信学习和物理是唯一能拯救人类的未来 他也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他儿子的身上 我接下来会与你分享 马斯克是如何透过他极强的学习能力 和他的思考方式 让他从一个写代码的人 到创造比NASA更牛的火箭 再到现在人人认为最接近神的人 大家好,这里是赵雨霞 订阅我的频道 让你更快达到财富自由 第一,保持终身学习 马斯克有两个终身学习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阅读海量诸几 他曾经说过 四书本首先抚养我长大成人 然后才是我的父母 四书如命的马斯克 一个月就能读完60本著作 马斯克学东西特别快 每天常常花10个小时的时间进行阅读 甚至在一天的时间内可以读完并且消化 两本不同类型书籍的知识点 阅读量远远超过同龄人 马斯克的弟弟金伯尔马斯克回忆说 自少年时期开始 马斯克每天阅读两本不同学科的书 也就是说 如果普通人一个月就能读完一本书 马斯克的阅读速度是普通人的60倍 马斯克还经常和图书馆的管理员抱怨 怎么不多采购一些图书回来呢 马斯克曾说 最爱的书是银河系漫游指南 他教会了我 比解答问题更难的是提出问题 因为一到你做到了 其他所有的事情都迎刃而解 连马斯克自己都承认 从小保持阅读习惯 是他所有疯狂想法的底气 在所有企业家都选择退学的时代 马斯克是唯一不退学 还拥有物理和经济学的本所学位 马斯克的第二个学习方法 就是让自己投身在充满优秀人才的环境 他创建特斯拉之前就会制造电动车了吗 他不会 马斯克在创建SpaceX之前就会制造火箭了吗 他并不会 而且不止他不会 全世界也只有NASA会 并且书本也没有提及过这方面的知识 那么他选择怎么做呢 为了创建SpaceX 马斯克从硅谷搬去洛杉矶 他把NASA的科学家都挖去给SpaceX当顾问 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 说马斯克一般是怎么面试的 他会和每个在火箭不同部分工作的大佬交流技术 一个雇员就说 马斯克会一直向你提问 直到他了解你所知道的90% 当你发现他是在和你偷试的时候 他已经学会了 这也塑造了他超越大多数人知识面的专家 他一直在和最优秀的人合作 每个在特斯拉和SpaceX工作的高管 不仅要在某个领域是专家 他们还得了解每个零件的用法和基本工程知识 这也是马斯克开始传播Clubhouse的想法 因为Clubhouse是让我们以最低成本的方式 投身在企业家和专家中 向他们学习请教 第三 第一性原理 马斯克小时候很怕黑 但他了解到 黑暗是一种在可见波长内看不到光子的状态 所以他觉得害怕一个没有光照的事物很蠢 这就是他小时候如何向自己解释黑暗的 通过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思维逻辑是将大问题拆分成小问题进行解决 小到那种可以用物理知识解决的问题 就是马斯克非常推崇的 第一性原理是用物理学的角度看待世界 也就是说一层层剥开事物表象 看到里面的本质 再从本质上一层层往上走 但我们经常会使用比较思维去思考问题 我们在生活中总是倾向于比较 对别人已经做过或者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也都去做 这样发展的结果只能产生细小的进步与不同 有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在特斯拉电动车研发时期 马斯克碰到电池的问题 行内人士说 现在的电池组真的很贵 而且未来价格也不会下降 因为它过去一直都是那么贵的 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 电池组再也没有改进了空间 或是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来 当时电池组每千瓦小时要烧掉600美元 然而从第一性原理出发 马斯克经过研究分析后 发现电池是由碳、涅、铝、其他用于分离的聚合物 还有一个金属罐组成的 随后他想到 如果他去伦敦金属交易所购买这些金属材料 然后再由团队把这些金属原材料组装成电动车的电池 他这一做法让电池的成本大大降低 由原先的每千瓦小时600美元 变成了每千瓦小时80美元 而这就是他眼中第一性原理的思维模型 回溯事物的本质 重新思考怎么做 就是因为这第一性原理的思维模式 终于让马斯克解决了非常多 看似不能解决的问题 最终使他在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领域 都取得了一些颠覆性的创新 他否定专一学习的模式 所以他坚持跨领域学习 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是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顶级的人才 那么一定要专注于一个领域 但马斯克却认为这是错误的 他认为如果自己只专严汽车行业 那么就不能想到太阳能、火箭发射等 别人想不到的点子 跨领域学习使我们有机会 将世间各种可能都连接起来 如今马斯克的专业领域 早已覆盖火箭动力学、工程学、仿生学、人工智能等等 堪称全才 并将这些知识从理论推演到实践中 在中学时期 马斯克对火箭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在课本中学习到火箭的相关知识 后来马斯克决定自己动手 制造了一个火箭的模型 还将模型带到学校里面展示 要知道这个火箭模型是可以点火发射的 马斯克这一举动当时在学校内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大家都认为马斯克是个科学怪才 在一次节目中 主持人们马斯克 靠读书就能成功发射火箭 马斯克回答 是的 当然还要多做实验 第五 具有迁移学习的能力 从小 马斯克的阅读范围涵盖了科幻小说 哲学、宗教、编程以及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的传记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阅读和职业兴趣蔓延到了物理学、工程学、产品设计、商业、技术和能源 这种对知识的渴望 让他接触到了在学校里不一定能学到的各种学科 马斯克其实还擅长一种非常特殊的学习方式 而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的 这就是迁移学习的能力 迁移学习就是把我们在一个情境中学到的东西 应用到另一个情境中 它可以是将我们在学校或者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内核 应用到现实世界中 也可以是把我们在一个行业学到的东西 应用到另一个行业 这是马斯克最不一样的地方 而他有一套独特的两步法来促进这种迁移学习 首先 他将知识结构为基本原理和思维模型 而这就是刚提到的第一性原理 研究表明将知识转化为更深层的 抽象的思维模型 有利于迁移学习 而有一种方法 对帮助人们至关的了解潜在的思维模型特别有利 这种方法叫做对比法 假设你想了解字母A 并了解更深层次的原理 是什么让A成为一个A 那么你可以这么来做 方法一 看不同类型的A 方法二 看大量同样类型的A 你觉得哪种方法会比较好 答案显然是方法一 方法一中的每一个不同的A 都能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 彼此之间的相同与不同 而方法二 不能给我们任何的启示 当我们学习任何东西的时候 通过观察大量不同的案例 我们的直觉能告诉你哪些是最核心的东西 甚至能打造自己独特的组合 这在我们的热常生活中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要跳入一个新的领域时 我们不应该只采取一种方法 或是所谓的最佳实践 我们应该探索很多不同的方法 并解构每一个方法 然后对它们进行比较和对比 这将帮助我们发现其基本原则 接下来第二步 它重新构建了新领域的基本原则 将它在人工智能 技术 物理和工程领域学到的原理 重新构建成独立的领域 打造了今天庞大而颠覆性的商业帝国 如果你想更了解马斯克是谁 和他的企业发展 你可以看我们上一期的内容 马斯克不会魔法 这只是正确的学习过程 在最深层次上 我们可以从马斯克的故事中学习到的是 我们不应该接受 专业化是走向事业成功和影响力的最佳或唯一途径 而从实践的层面来看 我们可以从马斯克身上学到的学习和思维方式是 第一,阅读海量书籍 第二,让自己投身在充满优秀人才的环境 第三,第一性原理的思维 就是把问题拆分成小问题 第四,跨领域学习 第五,具有迁移学习的能力 马斯克是独一无二的 但他的能力并不神奇 虽然无可否认他是天才 但是如果他本身没有坚持和相信自己的目标的话 他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在他发射火箭失败第三次后 他本身已经瀕临破产 一个亿万富翁沦落到需要和朋友借钱度日 所以马斯克成为神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他来了 频道会员福利 建议全面升级 我们新添加了会员专属影片 早加入就能比同龄人早学习 马上点击加入频道会员 一起学习进步吧 你到底是左脑人还是右脑人 这是一个关于大脑的小游戏 夜鲁大学耗时五年的研究成果 先看这张图片 你第一眼看上去是顺时针在转圈 还是逆时针呢 还是你可以同时看到顺时和逆时呢 这结果将对你生活影响甚远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让你学习像打游戏一样上瘾的七种方法 如果第一眼看到这个人像是顺时针在转圈 说明你日常用右脑 你是右脑人 如果看到是逆时针在转圈 说明你日常用的是左脑 你是左脑人 大部分人的眼里是逆时针方向转动 顺时针的情况 女性会比男性多 据说全世界只有14%的人可以两个方向都能看见 如果看到逆时针转动 而突然变成顺时针的话 IQ是160以上 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分享在评论区 看看大家不同的脑袋哦 如果你不相信这照片是可以同时看见逆时和顺时针的话 你可以看看这张神奇的图片 如果你同时看着左边和中间的人 你会感觉中间的人是顺时针转动的 如果你同时看着右边和中间的人 中间的人开始逆时针转动 另外一个方法就知道你是左脑人还是右脑人 双手手指交叉 如果你的右手大拇指在左手上面 那你就是一个左脑人 反之则是右脑人 左脑人往往语言沟通能力 数学逻辑能力 以及判断辨别能力非常强 我们一般人都是左脑人 所以左脑又被称为知性脑 右脑又被称为艺术脑 一个人的音乐 图像 绘画天赋非常强 那他大概率是一个右脑人 那么代表全人类最高智商水平的爱因斯坦 是左脑人还是右脑人呢 通过对爱因斯坦大脑的解剖发现 他的右脑更加的紧致紧密 那么说来爱因斯坦是个右脑人咯 等等不对啊 右脑不是对图像音乐 绘画比较强的人吗 但爱因斯坦是一个数学物理学家 所以爱因斯坦既不是左脑人 也不是右脑人 他是人历史上罕见的全脑人 就像爱因斯坦自己所说 我一生的喜悦都来自于音乐 如果我不是一个物理学家 那我一定是一个音乐家 让大脑更聪明的方法 看看你能挑战几个 第一个动作叫做枪打四只鸟 这个动作是枪 这个动作是鸟 左右手交替变化 一二一二一二 第二个动作 左手向内画圆 右手向外画圆 两个手同时进行 需要坚持五分钟 第三个动作 这个代表一 这个代表加 这个代表等于 一加一等于二 二加一等于三 三加一等于四 然后一直重复 第四个动作 左右手同时进行 左手画圆 右手画方块 刚开始你会觉得有点难 但坚持住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头脑突然灵活了 变得更加的协调 时间充足的情况下 可以尝试闭眼吃饭 闭眼摸硬币的正反面 这样可以锻炼我们感官的敏锐度 让我们身体每一个感官都变得灵敏起来 还有一个方法是回忆法 每天晚上 当你躺在床上准备入睡时 回忆这一天从头到尾所做的事情 尽可能回忆出细节 从你醒来起床的那一刻开始 直到刚才躺到床上为止 任何东西 任何知识都可以成为你的回忆对象 例如走过一条路 回忆这条路上有哪些建筑物 店铺 分叉路等等 尝试把一切视觉化 包括脑海中的每一个细节 按顺序从死至终的每一件事情 就像看自己这一天的日常Vlog一样 像这样的回忆 刚开始你能记起的细节少得可怜 但是 如果你能坚持数周 你就会注意到记忆已大大改善 而且你逐渐能回忆出越来越多的东西 甚至是当天最微不足道的细节 比如你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 收音机里放过什么音乐等等 史上公认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费曼学习法 经研究证实 传统学习方式 例如听讲 阅读 属于被动的个人学习 学习吸收率低于30% 主动的学习方式 例如小组讨论 转教别人 学习吸收率可以达到50%以上 学习吸收率最高的是 模拟教学学习法的费曼学习法 吸收率达到了90% 费曼学习法有四个核心步骤 第一步 概念 先理解我们所要学习的内容 我们至少要把书翻三遍 第一遍只能知道大概内容说了什么 第二遍知道哪块是细节 第三遍才能理解 第二步 说出来 把你觉得学到哪些主要内容 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 第三步 复盘 任何东西都不看 只是根据自己的记忆 把所学的东西复述出来 如果一离开书本和笔记 大脑就一片空白 证明掌握的还不行 还需要继续回顾 第四步 简化 用自己的话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 让新人甚至小孩都能够理解 如果说了半天 别人都不理解 不明白 说明自己学得不够扎实 如果说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个时候这个知识才深圳是你自己的 如果说你自己都没有懂 你能够教别人吗 比尔盖茲 乔布斯 拉里佩奇都是费曼学习法的拥戴者 简要概括费曼学习法为 如果你不能简单地解释一件事 那你就还没有弄懂它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天才 说出这句鸡汤的人 名叫安德斯·埃利克森 2016年 他出版了《刻意练习》一书 此书立刻成为超级畅销书 首先 天才是否是天生的 莫扎特尔是公认的音乐天才 7岁就举办了自己的音乐会 莫扎特的成功 因为他有一种完美音高的能力 能够分辨任何音乐的音调 这种能力极其罕见 每一万人当中 只有一个人具备 2014年 日本心理学家招募了24个2-6岁的孩子 训练这些孩子一年后 他们都具有了完美音高的能力 这位心理学家分析说 莫扎特所谓的天赋 可能也是训练的结果 要知道 莫扎特4岁的时候 他音乐家父亲就开始全职教他音乐了 研究证明 人的身体和大脑有机枪的适应性 你觉得人类做俘卧成的世界纪录是多少 5000次 还是1万次 1993年 一个美国人在21小时内 做了4601个俯卧称 通过训练 可以让身体数字强大到如此地步 大脑也一样 经过练习后 能够发展出过去不具备的潜能 我们一直在上课 一直在跑步 可为什么我们既没有变成学霸 也没变成运动健将呢 因为我们并没有进行有效的训练 小柄创始人雷军说过的一句话就是答案 我们一直在以战术的勤奋 掩盖战略的懒惰 比如一个人在某个职位工作了10年 那他到底是有10年的工作经验 还是一年的工作经验重复做了10年呢 我们经常会陷入努力的陷阱 认为只要在足够长的时间保持足够的努力 就一定能够达到大师的水平 可我们身边中有那么几个人 一直在努力 却又一直沉寂平平 这是因为有效的练习 需要正确的方法 一 有目的 练习弹清了小孩子 需要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 比如连续三次不犯任何错误 或者用恰当的速度弹完这首曲子 如果不符合这个标准 就去找原因 如果每天以这样一个标准来进行训练 他的进步会更快一些 二 专注 练习中必须专注 不能心不在焉 我们常常只是在做 而并没有认真的去思考 就像福尔摩斯说的 你只是在看 而并没有观察 三 跳出舒适圈 必须跳出舒适圈进行训练 一个粤语的钢琴师 十几岁就开始学琴 三十年后还在用同样的方式弹琴 哪怕他已经完成了一万小时的训练 他也不会成为天才 有效的练习 是有目的的突破舒适区的训练 只有这样才能快速的进步 心理学家把人的知识能力分为三个区域 舒适区 学习区 和恐慌区 而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待在舒适区了 因为其余的两个区域 都会让我们产生强烈的不适感 比如你习惯用右手写字 当你换成左手时就会感觉很不适应 可是想要提升能力 在舒适区即使再努力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必须尽可能的在学习区给自己布置任务 完成任务 然后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才能由内而外的拓展舒适区 最终成为大师级别 而即使是再简单重复的工作 也总有提升能力的方法 比如缩短时间 改变方式 寻找技巧等等 仅仅只是走出舒适区 就能超越大部分人了 西蒙学习法 是诺贝尔经济学长得奖者 西蒙教授提出的一个理论 对于一个有一定基础的人来说 只要真正肯下功夫 在六个月内就可以掌握任何一门学问 为了形象的说明 把西蒙学习法比作一把锥子 正如据理夫人所说 知识的专业性向锥坚 经历了其中好比是锥子的作用力 而时间的连续性 好比是不停顿的使锥子往前转进 西蒙学习法所支配的学习活动 呈现出一种尖锐猛烈 持续不断的态势 原理就是好比烧一壶开水 如果顿到续续的烧 一半个小时也烧不开 如果连续烧 一个小时就够用了 华盛顿游道报导 德克萨斯州双脚残疾的年轻黑人男孩 戴卫汉姆森 17岁那年立志要当一名音乐家 他以每天10小时的时间苦练了一年钢琴 终于使音乐专家也为他高超了钢琴演奏艺术探服 然而不幸的是 由于练习钢琴过猛 而得了难以治愈的剑翘炎 于是他会以每天10多小时的时间共读法语 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学完了法语专业的全部课本 最后以法语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了康奈尔大学法语系 他班二年级 不久他又共读考古学 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学完了大学考古专业 四年学完的课程 并成为考古研究生第一名 师从著名考古学家 怀特·邦德教授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天赋固然是一个因素 难道那么多考古毕业生没有一个天赋好的吗 实际上代为学习这门知识所花费的时间 并不比专业大学生花费的时间少 解决问题有两大方法 分别为提高能力和降低难度 西蒙学习法可以概括为四个步骤 一、选择一门学问 二、拆分这门学问 拆分到可以比较容易学习为止 三、持续学习六个月 逐个击破每个被拆分的小部分 四、掌握这门学问 作家格拉德·韦尔在一类提出了一万小时理论 他写道 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 并非天资超人一等 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 一万小时的锤炼 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 它将只称为一万小时定律 如果每天学习九小时 那么一万小时需要约三年的时间 西门学习法说的是六个月学会一门学问 而想要成为世界级大师 那么就不是仅仅学会一门学问 而是要比绝大多数人更厉害 那么也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海马体学习法 你学8小时等于别人学24小时 海马体是掌管人大脑记忆最核心的部分 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重复休息 学习速度看比超级计算机 这个海马体学习法呢 就是帮助我们启动海马体部分的潜意识运算的能力 从而达到更好的学习和记忆的效果 第一 睡前背书 不管你要学习什么 睡觉前一个小时一定要拿来学习或背书 这个时间看过的东西 我们大脑的海马体会着重处理 比如说你11点要睡觉了 那么10点的时候就把手机放下 开始学习或背书 睡着了海马体会把睡前背过的知识自动加工 这样你在睡觉的时候 海马体在替你疯狂背书 你背一小时 等于别人背8小时 实现梦里学习 第二 起床复习 起床醒了之后先不要摸手机 醒来45分钟是记忆的黄金时间 所以醒来马上到书桌前去学习 或者摸写一下昨晚背的弹词 进行加强训练 会记得更加牢固 我们平常学习学类的修习 都是修习眼睛 修习胳膊 修习肌肉 但是人的大脑很奇怪 大脑的能量是持续供给的 哪怕你睡着了 大脑也在运转 海马体也在工作 它会整理这一天当中所学到的东西 尤其是睡前学习的知识点 会被大脑视为重点知识 并且重点加工 醒来之后马上复习 就可以把我们的短期记忆变成长期记忆 你可以选择在这三种状态下进行记忆 分别是饥饿状态 走动状态 和寒冷状态 因为海马体在这些状态下会被刺激 自动产生激素 促使记忆效率大大提升 换句话说 过饱 过热 或长时间的静止状态 是记忆效率低下的时候 如果你和别人的记性有差距的话 分别可能就在海马体上了 不过幸运的是 海马体是可以通过后天训练被培养起来的 第一个 学习或被单识之前 可以先做一次3241呼吸法 先鼻子吸气3秒 丙吸2秒 嘴巴呼气4秒 再丙吸1秒 这个方法可以刺激海马体 让大脑高速运转 提高学习效率 第二个就是左右手握拳法 在记东西的时候 右手握拳90秒 在回想记忆内容的时候 左手握拳90秒 右手握拳有助于我们记忆的形成 让想记住的东西在脑子里留下印象 而左手握拳则是帮助我们唤醒记忆力 第三 大家平时可以通过多做有氧运动的方式 给大脑充点氧气 像是骑车 慢跑 打羽毛球都可以 平时还可以多尝试一下 起床之后换一只手摔牙 或者是用你平常不太惯用的手吃饭 这些打破常规的简单小动作 可以很好地唤醒我们的大脑 提升我们大脑的活跃度 我想请屏幕前的你跟我做一个小测试 看看你的记忆力 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以下是我准备的10个词 你可以暂停15秒 看看自己究竟能记住多少个 如果你能记住4个 那你的记忆力就达到平均水平了 5到7个就是优秀 如果你能记住超过7个 那你基本上就超过95%以上的人了 接下来同样是这10个词 如果要你这么记忆 看看你能记住多少个 有一天下着暴雨 我在大街上表演拧魔方 突然 一辆红色的法拉利从我旁边飞驰而过 见了我鸭掌里满似水 然后我走到最近的电线杆旁边 把卖煎饼的小贩赶走 拖了鞋开始狂甩 因为抖动的频率太高了 后面一个大哥以为我触电了 然后一门棍就把我送进了医院 经过大量的测试 80%的人通过这个方法 都可以记住7个以上的词 那这里面 更有30%的人可以记住所有的词 而且还是有顺序的 甚至可以到这辈 那这个就是目前公认最高效的记忆法 图像联想记忆法 首先我把这些不相干的词连起来 变成了一个憋角的故事 不管这个故事多离谱多奇怪 它也是个故事 而且里面包含了所有的词 另外每一个关键词 我都拿出了一张相应的图片 给了你一个生动具体的形象 这笔毫无生气的文字 更能激起你大脑的兴趣 然后这种回忆的过程 不仅是你在重复记忆 更关键是你在搜索记忆碎片 从而建立起一条完整记忆网的过程 人的记忆 并不是像电脑里的文件夹一样 整整齐齐排列的 如果是这样 我问你说 2023年9月24号晚上发生了什么 你肯定应该记住那天所有的事 但实际上人的记忆更像蜘蛛网结构 盘根错节 回忆的过程 就像是把记忆中的关键节点连起来 形成一张坚固的网 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方法 一 你需要编一个故事 实验证明 你编的那个故事越贴近你的生活越好 比如有人用它身体部位 记住了历朝历代的王帝 有人用家里的摆设记住了考试重点 还有人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联想复杂的英语诞词 总之那个故事最好跟你有点关联 二 需要用图形图像来帮助你记忆关键词 然后你需要通过回忆的那一遍 帮你搭建起记忆网 回忆的越努力 你记得的也就越牢固 如果你背的是文章段落 它已经是故事了 你要做的就是找到关键词 如果你的生活没有动力 也很难让自己每天学习进步 学习动力就是战胜别人的那种感觉 干掉别人 因为这里能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 这个是刻在记忆里 拿你撼动的那种爽感 所以成功学习和你游戏打赢的那种感觉 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 游戏能让人停不下来 就是在不断满足你战胜别人的感觉 永远不要承认自己不如别人 可能你需要找到一个你羡慕 甚至想超越的人 或者一个假想敌 然后分析他 究竟你记住他的地方是哪里 然后想办法去超越他 生活从来不是为了竞争 但是竞争一定是为了生活 赢的感觉 才能让学习这件事能坚持下去 好消息 我将免费送出 价值199美金的YouTube赚钱精华课 给首30位小米 马上点击以下链接报名上课 你一定也会发现 在专注打游戏和看连续剧的时候 不管喊你吃多少吃饭 你也依然放不下手中的手机 但如果你觉得这种专注的状态 只能停留在打游戏上 那你就大大低估了自己的潜力 让你游戏专注上瘾的原理 就是心流 如果你能将游戏上瘾的专注机制 迁移到学习和工作上 就能极大程度地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 只要你掌握这八个步骤 就能轻松掌握心流 米哈里教授在1970年代发现 多数人工作一天之后精疲力尽 但是有些人会工作一整天之后 竟然还精神抖手 1975年 米哈里教授首次发表了 他对这个神秘现象的研究 并给他一个很传深的名字 心流 他是特殊的精神状态 当你在极度专注时 完全沉浸其中 效率和创造率提高 让你忘记时间 忘记饥饿 甚至忘记所有不相干的身体讯号 一旦你从这个状态出来 你可能会觉得口渴 肚子饿 但精神依旧很好 心情也很愉快 换句话说 虽然肉体消耗了能量 心灵反而补充了能量 不只是在创作 运动领域 甚至在职场上 心流也有可能发生 如今 心流是积极心理学中 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它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 目前研究归纳出八个条件 有一个产业 成功运用这八个条件来设计产品 而且这产品也成功让全世界人 费寝忘食 完全投入 你知道是什么吗 答案是电玩游戏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按照心流的条件 让工作和学习像打游戏一样上瘾呢 答案是肯定可以的 为什么游戏会有排位机制 若想要达到心流 需要一个人的能力面临适当的挑战 若挑战太难 会让人感到焦虑 而挑战过于简单 则会让人感到无聊 游戏厂商十分的明白这一点 所以在当机游戏中 会设置几个难度 让玩家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挑战 而在网络游戏中 这一切变得更加智能 游戏厂商聪明地创造了排位系统 通过排位匹配的方式 为玩家创造最优化的障碍 就是不要让你遇到太差的对手 也不要让你的对手太强 最重要的是 不要让你一直抽到猪队友 看看这张图 横坐标是你的技巧水平 中坐标是这件事的难度 这里面有八大区域 假如你的能力一般 而且这事它太简单 那你就会觉得无聊 比如工厂流水线干了两年的工人 但是如果你的水平偏低 但是这活难度太高了 你就会产生焦虑 比如你是一个新入职的程序员小白 被分到了一个完全摸不着头绪的项目 但是如果你干了两年 变成了终极程序员 老板分来一个项目 你再一看还是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你起码有点思路 而且你知道 如果你东茶茶 西茶茶 问问别人一定是可以做出来的 这时候你就会感到紧张和小兴奋 这个状态就叫做被唤起 当你的技能水平偏高 而这件事的挑战水平会偏高的时候 你才会真的进入到性流状态 大多数人在很多时候 都在做无感的事 不但没有什么挑战性 而且自己也并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好 比如你是一个业务员 去年完成了销售业绩100万的任务 相对比较合理的是 今年定立一个150万到200万的目标 这会让你时时刻刻都有超越去年的动力 相对比较容易进入一个全身心投入到工作的性流状态 如果你定的目标是1000万 如果到时候不能完成 这会让你严重受挫 甚至会从此一蹶不振 而如果你定的目标才50万 轻轻松松就完成了 自己也会觉得没有挑战性 太无趣了 这两种情况 是很难进入性流状态的 所以 若想进入性流 挑战性必须刚刚好 能让大多数人上瘾的游戏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的难度是一步步慢慢增加的 上来先给你打很容易的小怪 让你在获得满满成就感的同时 还觉得自己小有天赋 自然就美滋滋的不停玩下去了 游戏会不断给你设置难度适中的小任务 然后在做小任务的过程中 不自觉的陷入了心流 等级在不知不觉当中提升 最终打败80级的大魔王 想象一下 同样一个游戏 如果你是新手 游戏只给你一个终极目标 直接去挑战80级的大魔王 你又会被瞬间秒杀 当中又没有其他的升级任务 那样的游戏你会坚持玩吗 所以心流的秘密是 真正的高手 会把他的目标 偷偷拆解成几个难度适中的小目标 什么样的任务是难度适中呢 其实这个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了 当一个任务 其中包含的内容有85%是你熟悉的 而15%是你陌生的 也就是说相当于考一份试卷 差不多是85分的样子 那这就是你学习的精进区 就拿背单词来说 如果计划背80个单词 那就拆成5套16个单词 而且要混合一些长单词 一些短单词 如果全部都是很长的 你可能背第一遍就放弃了 每背完16个就打个勾 背完80个可以讲理自己玩15分钟手机 另外你有没有发现游戏的规则极为简单 极容易上手 学习成本几乎为零 因此人们不需要花费努力 就可以产生玩玩看的想法 所以我们也要简化我们的小任务 让它们容易上手 我们对每个小时要完成的学习计划 每个步骤都要做好规划 那样当你要开始的时候 你就不会因为没有头绪而放弃 比如在一个小时内看一本书的一章节的步骤是 1.速读一遍 2.掌握本章概要 3.带着问题再来一遍 4.回想 做笔记 5.检测掌握程度 这样有具体的步骤 不但可以远离拖延 智力也不在话下 你会发现 比起没做计划之前 心里不愿面对繁重的学习任务 你已经有了学习的动力 在不知不觉中 游戏持续不断地在给你反馈 王者荣耀中 你能够看到自己的经验条 能够知道自己还差多少升级 能看到对方的血条 你的每一次攻击都能看到对方的血量在减少 每次释放技能 都能听到一段角色的配音 擦死角色时都能听到一杀 二杀 三杀 这些持续不断地及时反馈 刺激你身上腺素的分泌 诱化你大脑多巴胺的产生 想象一下 如果你打了对手时下 血条都看似没有减少 那样你会放弃这场游戏吗 现实中 一个包头工需要仅5个工人干一个月 给工人结算工钱的方式有3种 1.干完活后统一结算整个项目的工钱 2.干活后每个月再给钱 3.干活当天就给钱 第三种结算方式就是及时反馈 前两种结算方式的反馈就有延迟 一般来说 人们偏好及时反馈 如果结算方式是前两种 工人免不了一边干活一边担忧 老板会不会到时不给钱啊 老板以后会不会随便找个理由 苛刻我的工钱呢 显然 工人怀有这种担心去干活 是干不痛快的 很可能影响干活的质量 相反 及时反馈则会让我们拥有控制感和确定性 甚至上瘾 比如有人喜欢课瓜子 连续不断的课 但是读书就没有这样的表现 原因在于课瓜子的过程很短暂 三秒刻意立瓜子 马上就能平常 及时反馈 立即满足 而读一本书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你不知道书上的内容何时给你带来收益 五年 十年 或者根本就没有收益 要是读书过程本身不能给你带来快感 你就很难坚持下去 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能很快获得结果反馈 多巴胺系统不再分泌多巴胺 我们体验不到快感 这反馈就很难被激活 有研究让受试者用 及时反馈和延迟反馈的方法来进行学习 发现及时反馈的效果由于延迟反馈 如果有个老师教你的话 那在学习当中 及时反馈自然是他要做的事 但对于成年人来讲 我们大部分时候学东西都是自学的 而且还是一个人学习 要找谁来给我们反馈呢 还是那句话 既然没有这条路让我们走 我们就自己开创一条路来走 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知道反馈 再看完一个你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 书也好 文章也好 任何文字的资料都可以 你要写一份摘要出来 或者解释给朋友听 把那些文本当中的重要事实 陈述和观点用自己的话写出来 绝对不能去超人家的原话 这和非慢学习法类似 总之 是一定要有输出 或者 如果你有完成当天的任务的话 你可以讲述自己的晚餐吃得好一些 或者是可以吃你喜欢的零食 当你清楚你学习进度和结果相吻合时 你会觉得未来可期 还会充满成就感 学习就好像吃饭睡觉那样按部就班 就像打游戏一样让人无法自拔 很多时候 人不是怕去学习 而是怕学习没有结果 人不是学不好 而是不义学习 通常爱打游戏的人会在什么情况避免打游戏呢 父母 伴侣和孩子在身边的时候 因为对于要专注打游戏而言 他们在身边就是一种干扰 他们会一直在旁边念你 或者突然要求你做某些事 然后你的游戏就输了 所以有些人就会躲进房间 或者是找一个没有人可以打扰的环境才开始游戏 所以这也是进入心流的关键 排除干扰 网上之前有个热门问题 人是怎么废掉的 有一个经典的回答是 从房间混乱开始 因为按照心理学家荣科的观点 你的外在空间 其实就是你内心浅一识的投射 你的头脑当中没有秩序 你的空间自然就混乱不堪了 所以当我看三下影子的断舍离的时候 我突然就明白了 原来空间也是会有声音的 任何人其实都会被打扰 就连爱因斯坦都说 世界上最适合研究科学的工作 是灯塔管理员 因为不要让你的环境吵到你 学校的环境简单 书桌 椅子 黑板 认真的学习氛围 就这几样 每一样都在暗示你要认真学习 你自然容易专注学习 家里的环境就复杂了 如果你在卧室学习 里面堆满了各种生活气息的东西 你的手机在身边 桌上有零食水果 在隔壁客厅有电视 有私朋友来找你玩 环境越乱 与学习无关的东西越多 受到影响 面临诱惑就越多 如果你战胜一个诱惑 第二个 第三个也会接踵而来 心流的整体环境 一定要隔离噪音 我们可以关闭手机所有的体式 可以的话 戴上降噪耳机 然后远离手机 把手机放在一个 你坐着读书时 看不到的地方 这样你能进入心流的状态 这一会儿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了 打游戏时让你极度专注 因为它同时利用了你的视觉 听觉和触觉 游戏的精美场景和音效能够调动你的感官 让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游戏上 在这样的状态下 人很容易进入心流状态 完全沉浸于游戏 不存在只玩异常的情况 而这种沉浸式体验就是一种疑似感 疑似感给你一个过渡的时间 让你能准备专心在接下来的事情上 我们在工作或学习之前 一定要把桌面先清空 疑似感一定要有 但不能太多 清空之后 只在桌面上放极少数和工作学习相关的东西 千万不能放多 特别是文具 放一两样够用就行了 有些人就是放了好多文具 然后就玩笔 玩橡皮擦 玩荫光笔 30分钟就没了 当你完成了学习或者工作任务之后 你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切换一个场景 比如说 学习在树桌上 那你玩手机 你就在床上或者客厅 换一个地方来放松娱乐 不能在一个地方又学习又玩 否则你就很难进入沉浸式的状态 除了视觉 我们也要满足我们的听觉 你可以戴上耳机 播放下雨的声音 或者是其他白噪音 比如海浪声 白噪音能让你更容易集中精神 如果要更讲究一些的 可以在嗅觉上也满足自己 比如点个香薰 而且环境温度也要适中 不能太冷 也不能太热 在开始集中精神之前 可以喝低糖度的咖啡或者是茶 能让我们的思维保持活跃 更容易去高度专注 也许有些人刚到公司 或者是刚踏入环境 实在没办法立刻进入状态做规划 那就给自己设定个时间吧 每天到公司后 立马给自己设立一个倒计时 要求自己一定要在半小时内进入工作状态 在这半小时里 倒水 聊街场 浏览新闻等杂事 都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完成 做好准备工作 倒计时一结束 立马投入工作 让大脑有个过度的时间 能让大脑习惯 从而让你每次更快进入心流状态 游戏的目标 是指需要玩家努力达成的结果 不同的游戏 所拥有的目标也并不一样 探尸蛇的目标很简单 在不死亡的前提下 是更多的点 而王者荣耀 则是推翻对面的水晶 但在王者荣耀中 推翻敌方水晶 是由多个小目标构成的 保护几方防御塔 尽可能补送人头 参与团战 多拿人头等等 这些目标吸引着玩家的注意力 不断调整他们的参与度 为玩家提供了目的性 目标的驱动力 会让你永远打败困难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段对话 一位记者采访一位 创业有成的销售公司老板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最有前途 销售公司老板很认真地说了两遍 有强烈自我驱动力的人 他说 我接触了这么多大佬 每一个都有一颗极度渴望成功的心 他们绝对不是简单的想想而已 他们是真的极度渴望出头 也是真的相信自己能出头 很多时候 往往不是你对什么事情都缺乏动力 而是因为你尝试和体验的太少了 我们最大的症状 往往就是想的太多 做的太少 一个开放的心态 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 至关重要 大多数事情 必须亲自上手尝试 你才能知道自己是否适合 是否感兴趣 是否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常常有一个误区 很多时候 我们说自己喜欢某件事情 其实未必真的是喜欢 更多的可能性 正因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 比别人做得更好 一件任务 我们做得得心应手 可能花的时间更少 性价比更高 也可能质量比别人好 那么我们就会从中得到反馈 借此激活大脑的讲赏回路 让我们更倾向于去做这件事 这其实就是喜欢 所以很多时候 喜欢来源于什么 源自于适合和擅长 德国著名思想家 哥德认为 人们都希望同时掌握多种能力 这听起来不错 但人类天生没有这个本领 所以我们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领域中的特别存在 寻找内需率 要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清楚自己的内心需求 找到自己的优势 而不是人云亦云 追世俗 谁大流 只有找到自己的优势 擅长 才能有动力一直朝这个方向钻研下去 所以要心流的前提是 你需要多尝试 找到自己擅长的 你才会喜欢上这件事 才能找到内需力 然后才能专注到心流 玩游戏 其实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浪费金钱 大家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那么专注上瘾的玩呢 这也是最重要的 我想玩 心流模型成立的前提 做的这件事情是忠于你自己内心的选择 而不是被逼着去做的 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你是被迫去做的 会觉得憋屈 产生逆反心理 潜意识理并不想去做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 你又如何能进入心流状态呢 所以 只有当你做的这件事情 是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 愿意积极主动去做 并很享受这个过程时 这才会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 像我自己是发自内心热爱打羽毛球 所以在打羽毛球的时候很容易就进入心流模式 而有时候被迫去踢足球或者是跑步时 就玩得特别憋屈 其实 我在足球或跑步方面也不算差 但因为不是自己主动想去做的 所以始终进入不了像打羽毛球那种心流的状态 可见 要想进入心流状态 必须是你忠于内心做出的选择 当前科学理解 心流有六个特征 第一 注意力完全集中 你的注意力被高度锁定在 正在做的这件事情上 全程贯注 不想别的 第二 意识和行动融为一体 你已经忘记了自己 你已经融化在这件事情之中 第三 内心批判声音消失 我们在日常状态下 大脑中总有个声音在对自己做各种批判 比如你画一幅画 这一笔下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你跟人说一句话 这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 你大脑中总有个声音在评价你自己 这一笔有点重啊 下一句要注意啊 而在心流状态下 那个声音消失了 你不受评判 非常自由 第四 时间感消失 你忘记了时间的流动 一般表现为时间加速 明明已经过了几个小时 你还以为只过了几分钟 还有可能是时间冻结 比如你在海面冲浪 或者是看到很美的风景 明明只是一瞬间的事 你却能非常切实的感觉到那一瞬间的丰富体验 就好像慢镜头一样一针一针的过 你感到时间很长 变快也好 变慢也好 这个现象都叫深度的现在 你就如同永远停留在了现在 第五 杨烈的自主 你感觉完全掌控局面 而这个局面恰恰又是平时不可掌控的 比如一个篮球运动员 手感来了怎么打怎么有 怎么投怎么进 就好像球厅你的一样 这一刻你是你命运的主人 第六 杨烈的愉悦感 爽还不足以形容那种愉悦感的丰富性 反正是特别高兴 特别满足 心流状态只有在回溯的时候才会被发现 就是你如果正在主意心流状态的时候 是不可能察觉到的 所以不要太刻意的去寻找它 分辨它 这样只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适得其反 有时候忘了自己 比看见自己更重要 世上最厉害的人 就是把你坑死 还让你觉得他是在为你好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故事提醒你 懂心机的人到底有多恐怖 懂心机的高手是怎么做局和破局的 这时间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韭菜 这个故事 据说聪明人都要看三遍才能看懂 有个女生说 我上学的时候很喜欢一个男生 有一天他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打了 一个人坐在操场上很可怜的样子 我就买了一些药去帮他擦 就这样默默的大家都没有说话 后来他成了我的男朋友 但是他永远不会知道 是我叫人去打的他 那个男生说 我上学的时候很喜欢一个女生 有一天我突然就被打了 一个人坐在操场上装出可怜的样子 那个女生就买了一些药来帮我擦 就这样默默的大家都没有说话 后来他成了我的女朋友 他一直以为我不知道人是他叫来的 但我就是喜欢他的傻 另一个男生说 我上学的时候很喜欢一个女生 有一天他让我去打一个也喜欢他的男生 顺便帮他买一些药 我兴高采烈的就去把那人揍了一顿 又屁天地去买了药给那女生 想想欺负情敌的激动心情 和女生对我的青睐 我对未来充满了无限遮想 但我至今不明白 为什么后来他们就在一起了 你看懂了吗 他们一个是做局者 一个是破局者 而另一个则是韭菜 做事无非人性 做局无非人性 当你能够试破他人的布局 当你能够看透别人做事的动机 才能创造出利己的机会 否则你就是那个被人利用的韭菜 心机不是害人的利器 而是用人的智慧和利己的手段 张三开车回老家的路上 副驾驶放了一大袋水煮花生 途中下车去超市旁边买水喝 车门也没锁 结果还没到两分钟 副驾驶上的花生就被偷了 行车记录仪拍到的是一个带小孩的大妈拿走的 张三打电话报警 警察说才十几块钱的东西 不给立案 张三说花生是过期的 泡了老鼠药 准备带回乡下毒老鼠 对方一听马上出警查监控 追到人家小区 前后还没到半个小时 大妈当时吓得腿都暖了 自己吃了一点 小孙子吃了很多 小孩妈妈跟奶奶就打起来了 张三说这个老鼠药人吃了没事 就是老鼠吃了会死 不信我吃给你们看看 孩子妈妈坚持带孩子去灌场 小孩奶奶被教育了一顿 然后张三也被教育了一番 他们赔偿了张三一包花生钱 估计以后大妈手会老十点 活系关系可能以后也不会太好了 张三也没敢说 花生是没药了 你的问题 要自己解决 如果把问题变成大家的问题 就会有人帮你了 李氏以前打工的时候住在四楼 五楼宿舍就有人往下泼脏水 有一次 刚洗好的衣服就被他们泼的脏水给弄脏了 当时他很气愤就想上去找他们理论 但是他发现自己一个人干不过他们 于是呢 小孩想去 他就想到了一招 他拿了一盆水 顺着墙往楼下慢慢的倒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 楼下一堆人抱着脏衣服 冲了上来找他理论 他就说他的衣服也被楼上泼的脏水给弄脏了 他正想找楼上的人去理论 于是这帮人就冲楼上 接下来就听到了咚咚当当的吵闹声 他就在阳台那场月 从此以后楼上再也没有人泼过脏水下来的 有时候不是别人不帮你 而是没有共同的利益驱动 把你的困难和别人的困难困绑在一起 自然就会有人来帮你 相传 韩信因不受项羽的重视 想转头刘邦 项羽得之后便率人追杀 韩信在逃跑路途中 碰到了一个在大树上掏鸟蛋的顽童 顽童为了抓弄韩信 便在树上对韩信杀尿 被淋了一身的韩信没有发怒 反而心生已记 夸奖顽童尿得好 以后遇到路过的人都可以这么做 说罢还给了顽童几个铜板 顽童哪里懂得其中缘故 只晓得冲路能杀尿便可以获得铜板 后来 项羽拍马而至 顽童又冲着项羽杀尿 项羽是何等人物 顿时怒火万丈 一把就把顽童抽了下来 挥刀砍于树下 这就是韩信贯蛙的传说 那么 到底是谁杀了那个孩子呢 朋友在网上买了8只2斤的大螃蟹 收到货后发现每只1斤都不到 找商家理论 居然不理他 于是他去超市买了12只3斤的大螃蟹 拍照发到评论上 说卖家的大螃蟹又大又好吃 每只猪猪有3斤 还多送了4只 3天后 那家店铺就关闭了 因为其他的买家都投诉并退货 说自己买的远远不如他的 并且没有赠送 两个开锁换锁的锁匠 一个老实本分的人收费50元 而有手段的人开锁30元 老实本分的人辛辛苦苦跑了几公里 帮人家开个锁收了50元 客户还嫌弃他 你这个太贵了 别人才30 你这次收50 下次不找你了 而有手段的人跟他一样 也是辛辛苦苦跑了几公里 在这个开锁的过程中 用的力气大一点 把门锁弄坏了 然后跟顾客说 你这把锁太烂了 这边刚好换一个280元 刚好今天上门就收你200元 加上开锁了30块 总共收了230 能够增顾客180元 然而顾客还会觉得 他这个人态度好 收费也便宜 还有特别优惠 所以同样是做生意 有的人开豪车住别墅 有的人还因为柴米油盐而吵架 就是因为没有心机 没有手段 赚到第一桶金的人 90%以上不是老老实实地赚来的 曾有人说企业家的第一桶金都是黑色的 来看看这个案例 有一家公司每天都招人 招聘了一年也只有两个人 可是他们一年竟然挣到了70万 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这家公司在网上发布了这样一则招聘信息 招聘办公室文职 经验不限 不利其全 月薪3000美金 对很多上班族来说 3000美金不是个小数目 很多求职者看到后都很开心 到了公司发现好多人都在排队面试 排队花了两个多小时 提交了一堆资料 结果面试只花了10分钟就出去了 落选的求职者们也没有多想 以为自己表现不好 没被人家看上 毕竟这么高的月薪 肯定会有能力突出的人来面试 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这家公司背后的操作 这家公司唯一的工作内容 就是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 只要有人投简历 都会被叫过来面试 到了前台就会要求你提供各种资料 学历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 离职证明复印件等等一系列的复印件 总会有求职者没带这些资料 于是只能去旁边的复印店 这家复印店收费极其安贵 五元一张 但是求职者们基本都要有牙付钱 毕竟这是个月薪3000美金的工作机会 可实际上这家公司也只需要两个人 一个负责收材料面试 一个负责开打印店 结果一年就赚到了70万的复印费 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 就是因为比一般人多一点心机 很多大佬表面满口仁义道德 但实际上第一桶清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些心机手段 记住 想要赢 必须挽转心机手段 小明在某房地产做中介 附近有个饭店老板 做了几年生意发了点小财 想要换套房子 这套房价值80万 小明想要65万收购多赚点差价 后来有个买家说想要看看这套房 老板就带他去现场赚了赚 买家说房间太窄 只愿意出60万 过了两天又有个买家说要看房 转了转说房间采矿不好 只愿意出59万 再后来第三个来了说 只愿意出62万 最后小明站出来跟老板说 这种情况我最高给65万 否则就算了 于是老板笑呵呵的说没问题 大家都不容易 最终以65万成交 后来才知道那三个买家都是小明的人 这腾几次 就是为了让老板觉得这房子只值60万 随后小明一转身 80万把房子给卖了出去 赚钱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 人无横财不富 满无夜草不肥 有手段有心机 你才能赚大钱 心机不是害人利己 而是防人手段 话说曹操是个很有心机的谋略家 但他疑心很重 他曾说过 拎叫我父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父我 为了防止身边的护卫危及自己的安全 他就跟周围的护卫说 在我入睡的时候 你们不要轻易靠近我 靠近了我就会杀人 这么做了之后 我还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你们要时刻小心 有一天他假装睡着了 护卫看到曹操的被子掉了下来 就靠近想给他盖上 没想到曹操却突然坐起来 拔刀把护卫杀死了 接着又躺下睡觉 之后假装不值得问是谁把我的护卫杀了 自从这件事发生以后 每逢他睡觉 没人敢再接近他 某日曹操说 要是有人想害我 我的心里就会有所感觉 大家听他这样说都半信半疑 有一天他对一个护卫说 你怀里放把刀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悄悄的来到我的身边 我说我有所察觉 你再亮出刀 你只要不把这件事的实情说出去 我保证你没事 事成之后我还将重重地感谢你 这个护卫信以为真 所以在被捕以后也不害怕 但却被杀了 这个人临死才知道上了仗 但却为时已晚 从此以后 人人都认为曹操的确有这种本事 就没人敢再暗害他了 曹操的主部杨修 学士渊博 但却常常说话口无遮拦 锋芒毕露 其实大家都心知注明曹操的用意 唯有杨修制作聪明说 不是曹操丞相在梦中 而是我们在梦中啊 此话传到了曹操耳中 不仅让曹操对杨修产生了看法 多次触犯曹操后 杨修最后被曹操处死了 有部电影的桥段 面对出轨的丈夫 女主人非让他承认自己的恶行 没想到身为过来人的母亲对年轻女儿说 你为什么非要问出来呢 有些事放在他心里 像石头一样压他一辈子 他就会一辈子对你好 你要是非问出来了 那这块石头就搬到你心里去了 人生不是打卷 有些事注定没有答案的 看情一个人不揭穿 不是因为懦弱 而是因为格局 如果此次调真 只会让自己的心疲惫不堪 甚至惹来祸端 那又何必呢 看情一个人也用不着揭穿 这才是真正的大格局 你去饭店吃饭 吃到一半时 点的土豆丝还没上 你却已经吃饱了 所以你想退掉这道菜 如果你问这菜煮了吗 老板肯定说在煮这了 因为不想你取消这菜单 这时你该怎么办呢 你叫来服务员问 我点的土豆丝做了吗 没做的话 就换做水煮肉片吧 服务员说 还没做呢 水煮肉片要辣还是不要辣的 这时你礼貌告诉他 既然还没做 那就退掉吧 凡事只要懂得用脑 有心机谋略 没有你破不了的局 我曾被一个11岁的孩子 生生上了一课 之前我和朋友 还有他的弟弟一起吃饭 在准备要走的时候 发现我们的车 被别人的车堵死了 幸好对方的车上留了电话 然后我就给这个车主 打了个电话 让他挪车 结果过了半小时 都还没有见到车主的影子 当时我们真的特别着急 因为约好了去看电影 然后又过了一会儿 我再次给这个车主打电话 结果车主直接给我挂掉了 这个时候我朋友的弟弟 一个11岁的小男孩 拿过他个个的手机 开始给这个车主发信息 信息是这样写的 叔叔你好 你的汽车被别人撞坏了 我正在拦着撞坏你汽车的人 不让他走 你赶紧快过来 我快拦不住了 信息刚发出去不到10秒钟 电话就打过来了 然后这个小孩直接把电话给挂掉了 然后又过了5分钟 远处一个森林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然后就开始检查他的车 有没有被撞坏 这个时候我就过去和他说 你把车开走 你堵着我们的车了 这个车主一下子就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赶紧把车开走了 其实当时我也是一脸懵逼 一个11岁的孩子 怎么会有这么高深的思维呢 老师仍永远得不到高深 老师的张三在路上捡了100元 把他上交给班主任 他受到了班主任的一顿表扬 当时特别开心 有手段的理事也在路上捡了100元 老师的张三劝他上交 他确实上交了 交给老师30元 得到了全校表扬 再交给妈妈20元 妈妈奖励了他一顿大餐 然后用20元请同学吃雪糕 同学选举他当上的班长 剩下的他自己私吞了 所以同样是打工上班 啥都不干的人 只会却是坐着火箭 撑撑往上升 多数的上位者 90%以上都不是老老实实得来的 小张买了一盘好酒放在自己的小院里 第二天酒少了四分之一 他便在酒桶上贴了不许偷酒四个字 第三天酒又少了四分之一 小张很生气 又贴上了偷酒者重罚 第四天酒还是被偷了 他灵机一动 贴上了尿筒二字 看谁还敢偷喝 第五天小张哭了 桶竟然满了 故事还没完 第六天他再一次在酒桶上贴了 不许偷酒四个字 那一天很多人都哭了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三个启示 一 越提醒别人不许偷酒 越有人偷 这证明了此地无垠三百两 只会适得其反 二 挂着酒的牌子 其实是尿 出其不意地换个思路 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 如果之前说的全部都是实话 肯定可以获得别人的信任 过后才想法子反败为胜 欲想自胜 先麻痹敌人 小明移民到了美国 应要打官司就对他的律师说 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约法官出来做一做 或者给他送点礼会比较好呢 律师一听急忙说 千万不可 如果你向法官送礼 你的官司必败无疑 那人说怎么可能 律师说 你给法官送礼不正说明你理亏吗 几天后 律师打电话给他的当事人说 我们的官司打赢了 那人淡淡地说 我早就知道了 律师奇怪地问 怎么可能呢 我才刚从法庭里出来 小明说 我给法官送了礼 那位律师差点跳了起来 小明继续说 的确送了礼 不过我在邮寄单上写的是对方的名字 既然你们美国人认为给法官送礼是礼亏 那我就以对方的名义送礼 轻而易举赢得了官司 感谢加入会员的小明们 还没加入的 马上点击加入频道会员 观看会员专属影片